哈囉大家好 我是Carter 今天Carter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Apple Xen新推出的這一款 紡織直噴機 那這一款的話是F1030 那它有四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 它可以輕鬆的運用在各式的紡織品上面 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支援一機兩用 DTG加DTF 而且它有支援擺墨的印製 可以輕鬆的運用在所有深色系的衣服上面 好 第二大特色 它整體的列印品質在做提升 Apple Xen使用新一代DG2的墨水 除了通過國際紡織品安全認證之外 水洗色勞度都有達到4級以上 連嬰兒的衣物也可以做印製喔 而且它搭載了DG2專用的印製軟體 無論今天我們是要印深梯、淺梯 或者是DTF的膠片 都可以一鍵做設定 操作上非常的方便 第三個特色 它可以提升整體的工作效率 這款F1030本身是搭載深塑式衣架的平壓板 讓你在放置衣服上不用擔心說位置便宜的問題 且它還有mini的平壓板 鏽管的平壓板 讓你不論是想要在衣服哪一個位置做印製 都可以輕鬆的完成 更重要的是 這款F1030它還有自動間距的調整 讓你不用再擔心說衣服厚度問題上的調整耗費你太多的時間 第四個特色 它可以達到安心使用 這款F1030除了精巧美型的外觀設計之外 它可以靠牆、檢測空間 而且還支援無線Wi-Fi的印製 最大的耗電功率也僅40W而已 且它無風扇的設計 操作過程都非常的安靜 重點是 這款設備是目前台灣市場上 唯一享有三年保護服務的紡織直噴機 那這款F1030它適合的族群 像是有自己實體店面的商店 服飾店 或是微型創業的個人戶 以及學校的單位 運用量在250件以內都可以輕鬆的完成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它實際的運作操作過程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正峰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印製一下 白色棉梯給各位看 我們會搭配Apson的專用軟體 Garvernator Creator 2 來使用它的軟體來印製喔 好 那基本上呢 我們Apson的Garvernator Creator 2的這個軟體呢 它其實已經非常的簡易 基本上呢 它已經幫你們設定好說 我如果要印製淺色衣服白色的話 我只要選擇淺色衣服的模式 或者是我想要印製黑色衣服 那我選黑色衣服的模式 再來呢 如果我想要印膠片 我就選擇DTF膠片的模式 有沒有 它基本上呢 都幫你設定好 我只要選擇好我的模式 將我的圖檔 不管是PNG檔 JPG檔 丟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印刷了 首先呢 我們先將我們的上蓋打開 打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壓衣服的衣板 那我們先把金屬邊框 先拿起來放旁邊 好 那可以看到這邊 是不是我們印製的位置 衣服呢 在印製之前呢 我建議呢 可以先用平燙機去做熱壓喔 這樣比較平整 會比較平順喔 那 放進去之後呢 各位一定問說 怎麼去做對位 各位看到Apson很貼心 有沒有 有看到我們有一個伸縮的衣板 可以讓我們對位領口 這裡有中間線 我們基本上推進去 那確認完位置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 就幫我們的金屬衣板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Apson還有一個 專用的 讓我們順平我們的衣服 確認完之後呢 上蓋 蓋起來 那 再用我們軟體發送給它 就可以來做列印囉 好我們按發送之後呢 各位看到我們這邊 有沒有 它整個吸墨座會自動打開 這邊呢 其實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蓋起來 是因為它有保護裝置 保護我們的 吸墨座啊 或者是我們清潔噴頭的部分喔 再來 各位看到我們這個衣板 它在印製的過程中 它其實是有自動偵測的功能 它基本上它是 噴頭不動 我們的底板會自動做升降 保護我噴頭 去撞傷的損害喔 它基本上都是使用雙向來做列印喔 細緻度也非常的夠 好已經開始印刷了喔 好如果我們把蓋子打開 基本上它是不能去做列印的喔 一定要把蓋子蓋起來 它才可以繼續去做列印操作使用喔 好基本上呢 我重新蓋下去之後 它重新復原 那基本上為什麼要設計成封閉式呢 第一 可以減少我們的粉塵啊 或者是我們空氣中的一些 有物體掉落 它會比較容易撞到 那基本上我們這樣子 直接做印刷 你看我重新蓋起來 它印的位置也是非常準確 也不會跑偏的問題 那它印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基本上大概不用一分鐘 它就可以印完白色衣服囉 好那基本上呢 印製完成啊 我們必須要經過熱轉印機 加熱之後讓我們的顏色 吃進去我們布料裡 才會固化喔 基本上呢 我們只要設定好電動平常機的溫度 以及秒數 那印刷完成的時候呢 我們都不要用手去做撫摸的動作 我們蓋上我們的陶紙 蓋上去 那推進去 那使用我們的電動平常機加熱 它是自動的 自動下壓 加熱倒數完畢之後呢 基本上這件衣服就可以下水洗囉 有沒有可以看到 我們印完之後呢 它會自動升降 我們將抽屜拉出 好準拿下來 那基本上呢 白色棉梯已經製作完成囉 那基本上呢 使用我們的紡織DTG呢 印製的衣服呢 它會一樣非常的透氣喔 保留原本的纖維 有沒有 它印的過程有沒有 非常的透氣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印製黑色棉梯給各位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印製黑色棉梯之前呢 我們一樣要先打一下 前處理液 我們才可以將我們的白色墨水 印製在我們的黑色棉梯上 那以往呢 我們用前處理液噴印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只能使用手動的噴 手動噴呢 會有什麼問題呢 它會噴印效果不均 那一生呢 推出了一款就是自動噴塗的部分 那使用我們這台自動噴塗機呢 它基本上呢 它是定時以及定量的印製噴印的過程 基本上呢 我們衣服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將衣服擺上去 那我們在印之前 我們先用毛屑 黏過我們衣服上的棉絮 我們基本上呢 前處理液的設定呢 我們都會幫你們設定好 按開始鍵 有沒有 它就會均勻的自動做噴灑 噴灑 它基本上來回一次之後呢 我們再用我們的壓滾輪 將我們的前處理液壓進去 讓它吃進去 好噴灑完之後呢 各位看到上面會有一層前處理液 前處理液 那我們擺到我們的電動瓶燙機 電動瓶燙擺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固塞的部分 烘缸完後 它形成會形成在表面 我們就可以來做 深色衣服的印刷喔 它自動下壓 然後它就讓它固塞 好 那我們黑色棉梯 經過前處理液固塞完成之後 我們就帶到我們的SC-F1030 來做印製吧 好我們將圖檔一樣丟進去 它基本上只要是PNG檔 它就會自動去偵測白色 那我們就按打印 它就會傳輸到我們的SC-F1030的機器上 那就可以開始做印刷 然後它先印成白色 好它基本上白色第一次已經印刷完成 它就會開始直接蓋彩色上去 它其實印的速度也非常快喔 好我們的黑色棉梯也印製完成了喔 它印製的速度呢 其實比以往一些DTGR印製的速度來的快很多喔 我們基本上印完之後呢 我們會再到我們的平燙機去做加熱固塞的部分喔 好基本上我們黑色棉梯經過第二次壓抗之後已經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可以看到 我們再把它抽起來 可以看到我們的衣服 白色墨水跟我們彩色墨水已經 非常的牢固在我們衣服上囉 那基本上呢我們只要用DTGR印刷在黑色棉梯 它的彈性是非常好 可以看到我們來展現一下給各位看 它彈性是可以拉的 可以拉的 可以拉扯的 那基本上水洗呢一樣喔 有到四級的部分喔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印製DTF膠片喔 基本上呢我們一樣打開我們的上蓋 放上我們的膠片 那我呢會使用我們紙膠帶做四邊做固定的部分 固定好之後呢 一樣上蓋蓋起來 那我模式呢只要選擇到薄膜 這裡有一個薄膜 DTF FIM的薄膜 選擇塗檔一樣同樣塗檔拉進來 它就傳輸到我們的機器上 那它就跟我們印黑色棉梯顛倒 我們黑色棉梯先印白色再印彩色 那DTF呢它就是先印彩色再印白色 好那基本上我們DTF膠膜已經印製完成了喔 可以看到基本上印好了 我們就用紙膠帶拆除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印製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去灑粉 經過我們烤箱烘烤 形成膠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燙印在我們任何布料上面了喔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使用我們SC-F1030的操作過程喔 不管是白色黑色以及我們DTF膠片 都可以來用這台做印刷喔 好那如果你本身的話是微型工作者 或是你有服飾店的店面啊 甚至說你是學校單位的主任老師們 都歡迎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